哈喽 我是李小树 这里我说一个我常用到的小技巧 就是我会在弹和弦的时候 一直维持固定有一个音 让它听起来很顽固 这就是顽固音 我做个例子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音一直存在 它就是二弦的三品 我让它一直存在 好 刚刚的例子是G调的145 那我现在试试看用C调的1645 然后我这次选择一弦的空弦 作为顽固音 这种一直重复一个音 它会有一种很沉稳 很低调的感觉 但是它却有一种戏剧张力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在第四个和弦的时候 跳出这个顽固音 它就会更有一种 好像写诗到第四句的时候 有一个梗爆发出来 或者像三句半 然后最后一句是一个笑话这样子 好 你刚刚看到我第四个和弦的时候 跳出来弹一个别的东西 那回到刚刚那个G调的 我也试试看 发现了吗 在第四句的时候 给一点好玩的东西 它就会有点不一样